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方法就是在自己家里挖个地窖 然后把钱财和贵重物品放进去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在修路或者盖房的时候 能从地下挖到一些宝藏 除了在院子里挖地窖藏钱外 古人还有一种重口味的藏钱方式 那就是在自己的茅厕里再挖一个坑 然后把钱装进麻袋里放在坑里 如此一来袋子外面那么脏 想必也不会有人跑到那里去捞吧 以上这两种方式在普通人家那里还是比较常见的 像一些大户人家 他们的存钱方式就相当高端 由于古代的钱都是用金银做的 他们都可以融化 因此有的大户人家就会把钱都融化 然后灌在家中一些夹层里 不过这种办法虽然很高端也很隐蔽 但最终要取的时候也是相当的麻烦 在古人的奇葩藏钱方式中 有一种方式不仅被流传了下来 还广受很多已婚男人欢迎 这种方式就是把钱藏在墙壁里 在当时 古人都觉得屋檐房梁是最佳藏钱地方 如果现在拆上一件老房子 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呢 其实 这些藏钱方式都不算什么 还有一个真正厉害的 一位澳洲学者在鉴赏中国明朝一个木翼雕塑时 发现了这个作品中藏了一张银票 鉴定完后 发现这张银票是1371年发行的 算起来 距今已经有647年的历史 虽然不知道这张银票为什么会被藏在木雕之中 但是根据木雕的工艺判断 这张银票极有可能是在制作过程中就被放了进去 这样看来也算是最古老以及时间最长的四房钱